第四个问题就是说要设定投影片的编号 和这个页尾部分 编号跟页尾怎么加 页尾编号这怎么加 首先的话编号跟页尾 第一个我们可以从哪边找到 你可以看到什么 插入里面有个什么 页首页尾 有没有看到 所以特别追 将来那个功能一定要熟悉 所以慢慢你要去了解所有功能 他问的问题会在哪边出现 你可以看到插入页首页尾的地方 第一个他要投影片的编号 所以投影片编号打勾就可以了 就有了编号 第二个要页尾 页尾要做什么呢 题目里面要求说要编号 投影片要为编 第二张投影片编号为一 所以我们先把这一题还没 等一下再改 从第二张投影片起 每一张投影片显示页尾就好了 编号跟页尾 所以我刚刚打勾就有编号 加入编号了 然后加入页尾 页尾的话显示什么 台湾旅游景点 然后并且设置标题投影片不显示 所以一二三三个动作 怎么做呢 台湾旅游景点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底下页尾 你就打什么 台湾旅游景点 景点 OK 然后另外的话 标题投影片不显示 所以一二三打勾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刚刚的第二点 并且记得你要套用的话 记得要全部套用 OK 这样就有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页尾有没有 这边有编号 这边有页尾 没有页尾 可是问题 他说他刚刚的问题里面还有什么 设定第二张投影片 所以第二张投影片编号为一 可是现在编号多少 编号为二 那问题来了 第一张投影片应该是多少 这个如果为一的话 那这个地方应该他没有 这个应该是为零的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修改什么 修改投影片的顺序 顺序怎么修改 记得 它的位置比较不好找 而且比较容易忘记 在设计里面的投影片大小 你想说大小 大小它躲在哪里 躲在这里 自定投影片大小 里面的话你会发现 在底下 投影片编号的起始值 它这个是第一张 这个变第二张 如果这边要变第一张的话 那这边要变本来二 把它改成一的话 请问这个应该 这一张应该多少 起始值 这应该是简单的数学吧 本来是二嘛 变成一嘛 这个本来是一的话 请问一下 这个是要填多少 这个应该不是很困难的题目 所以这个应该填多少 填零吧 对不对 OK 所以你会发现 起始值为零就对了 OK 零就对了 应该没有问题吧 按确定就好了 看一下 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为零 这个就为一了 有没有看到 这时候 编号就由一开始了 不过它应该 解释的更清楚一点 不过我想这应该是蛮 不是太复杂的 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特别注意 它的设置位置 请你在什么 投影片大小 里面这边改成零就好了 OK 然后再记得插入 夜守夜舞的地方 一二三 就完成了第四点的设置 接下来的话 设定投影片只能播放第一张投影片 其他都不能播 意思是说你这样播 我刚刚播的时候 这边点下去 它没办法回到第一张 所以你要能够它每次都回到第一张的话 请你到投影片放音里面把它改一下 投影片放音的规则原来是一二三四五 一直往下播 可是我现在只能播这一张 其他都不能播的话 你可以投影片放音 有没有 把原来的投影片 那个放音的投影片 本来是全部对不对 改成什么 只能播第零章 所以从第零章到第几章 第零章 这个意思就是说只能播这一张 其他都不能动 我们按确定给各位看 如果我现在播放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一播放只会在第零章 其他都不能播 所以我点这边只能透过超连接 我再点一下 它又回到第零章了 意思是说它只能够回到主页就对了 这个有点像主页 以后的话 其他都不能够 有没有 难抓 点一下 它又回到主页 所以投影片设置的部分的话 记得可以把这边改一下 就完成了第五题 可以看懂 最后这边顺便把这个讲完 投影片的字形 它本来是用什么字形 本来它的字形 应该是用新细名题 像这个应该是常用新细名题 我希望把这些全部改成什么 改成微软的正黑题 可是问题来了 微软正黑题应该在比较底下 在这里 微软正黑题 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改的话 有这么多个投影片 如果你要全部改的话 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以前我大概有几个方法 可以比较快速的改 通常我会把它切到像大纲模式 或者是说其他模式改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取代的 取代 你想说取代 取代的话 按错了 应该取代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取代是取代字 另外底下有个叫取代字形 意思说如果你要全部换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把原来的新细名题 帮我全部改成微软正黑题 这样的话它一次就全部改完了 你就不用说一个一个逐一的来改 不过这个方法比较适合就是你全部 就是改成同一种 同一种的字形 但如果不是的话 比如说有的要用这个有那个的话 那你可能就不能用这个按取代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取代完 最后请各位就把这个档案做存档 叫PPA104 最后自己再播一下 这边点一下 可以回到这里 可以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请各位呢 就是把这个PPT的104集 今天的作业 就是在做一个变化题 那至于那个变化题的架构 就跟我们这一集是一样的 只是说呢 你请各位把那个里面的景点换一下 换成别的景点吧 那当然这些照片的话 请各位是用自己拍的照片 最好如果我是建议 平常养的好习惯 那所有旅行的话 拍一下 然后放在一个你找得到的地方 看是放在我的习惯都是 随时都传到Google的相簿 所以你如果假设你的档案都在云端上的话 那你就可以什么 你就可以直接就从云端上抓下来 OK 那另外的话 如果说呢 你也可以从你的APP 或者是那个IQ上面也可以 OK 所以其实利用类似的方法 再做一个变化题 所以今天的话 基本上呢 可能我们要缴三个PPT档 一个是102的变化题 一个是104 就是现在刚刚做的这一题 另外有一题是104的变化题 OK 所以会有三个PPT的档案 那请各位就把这个PPT的部分 把它完成 那后面的话 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我将来PPT的档案 希望能够跟云端做串接 也许将来可以把它放在云端 Google云端上面 让它做播放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